那我们就来先看一下这个林志颖 大家真的非常非常的关心 商势呢 根据他的这个家人讲 目前算是稳定啦 但是不管如何 这个车祸刚刚发生 撞击力道其实是蛮大的 有传出颅骨碎裂 当然明星最重要的 那个脸很重要 有可能需要重建 那另外一个呢 你知道这个 有些人是永远不会染疫呀 叫天选之人 但看了整个过程之后呢 很多民众说 林志颖就是车祸现场的天选之人 有没有啊 他非常非常的幸运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伤势 肩膀有粉碎性的骨折 颜面骨折 轻微脑受伤 那颅骨碎裂 未来能不能够恢复过去的模样呢 当然他应该会有最好的 这个医疗团队来照顾 他的弟弟说 接下来两三天都是重点 那哥哥说什么呢 哥哥说全家都非常好奇一件事情 他讲出了大家的疑问 因为昨天我们播出的那个影片嘛 大家看到有没有 回转之后我还在想 这影片是慢速吗 怎么开这么慢 然后这么慢的过程当中 竟然就慢慢慢慢的偏移 然后碰的一下 撞上了这个分隔道 不太可能啊 尤其是林志颖 他非常会开车 赛车手 车速没有很快 为什么会这样 到目前为止今天这还是个谜 经纪人本来否认 当然这个否认可能是因为互属心切了 那他现在说一切还在观察当中 好这个画面 我们待会请导播放在 我讲完之后 来宾回答的时候 我们请导播放在右空 大家仔细再看一下好不好 今天有另外一个角度的监视器的影片出来 大家可以看得到 他转过来之后呢 其实速度没有很快 但是很快啊 我就看那个过程 我想怎么会偏了偏了 赶快转正啊 一般的驾驶人来讲 因为他那个过程不是一瞬间嘛 所以反应应该是来得及啊 尤其是以林志颖这样车神级的人物来讲 看到歪成这样 赶快把它扭过来 这样就没事了 而且路上几乎没什么车 这个现场完全可以避免的 但是还是撞上 而且撞上那一瞬间也没有停 刷一下有没有 才会这么严重 然后车子呢 没多久开始起火 林志颖真是太幸运了 为什么呢 因为旁边刚好有工人听到 这个工人呢 非常的热心 奋不顾身的跑过来 他昨天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呢 从听到撞击 到他整个人过去 大概一分钟内的时间 真的是跑百米过去 然后呢 立刻就把他拉了出来 孩子先抱出来 然后呢 他当时其实不太好拉 因为他的脚呢 可能是卡住了油门 卡住了底下 所以呢 后来怎么办 也不管他疼痛 他会不会受伤 硬把他拔出来 两个人联合起来救他 我先请这个杨明你谈一下 好不好 这个新闻 从昨天到今天为止 哇真的是点阅率超高 大家非常非常的关注 尤其是林志颖的幸运 这点大家很多人 觉得说什么 他这上辈子应该是民族英雄 天选之人 没有这些工人呢 林志颖真的是逃不过这一劫 当然今天有点歪楼啦 大家在想说 林志颖你为了要怎么样 好好谢谢他们 传说中的主角光辉 真的他被拉出来 不到十秒 立刻车子烧起来 烧到了驾驶座 其实应该这样讲啦 我觉得林志颖 这个真的是 人家讲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我想 首先他应该 第一件事情 要感谢昨天呢 包括停下来 救他的这些路过的驾驶 现场的工地的工人 都是他生命中的贵人 为什么 那是几乎是看到撞击后 第一时间马上车放在旁边 就冲过去去救他 然后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我不知道 你看那个最左上角那张照片 对这个 为什么会火 可以烧成这个样子 最关键是因为 特斯拉的这个电池 是在底座 特斯拉的底座 你说一看 他这个已经是 撞上去桥蹲 然后呢 那个分隔岛已经是 骑上去了 骑上去之后 一个撞击怎么样 往车子的底座 比如说今天这台车 他这个在桥蹲 他撞上去之后 骑在上面 那会导致什么 电池直接被冲撞 电池冲撞会什么样 就是爆炸 所以特斯拉的 等于说这叫什么 亚基里斯的这个脚踝 就是特斯拉最大弱点 就是底盘 所以如果今天 其实老实说 我有点担心了 现在你知道特斯拉 这台车 现在在台湾越来越普遍 而台湾 有很多的路况 是会破坏底盘的 那很有可能 你看像这个 我觉得孟神多 林志领是告诉所有 特斯拉的这个车主 以后如果今天 路况不好的地方 有那个高低落差大的 不要开 为什么 你如果今天底盘 碰到 你看像他这个是 因为是冲撞上去 去撞到 但没有想到 那火烧得非常快 你看他几乎是 把他的前段 车子的前段 全部烧毁 而且杨敏 我就遇到一个细节 那个摄影师讲 因为一个工人 一个摄影师 联合把他拉出来 其实当时呢 先还抱孩子出来 想要救这个驾驶的时候 前面车子已经开始烧了 但他们没有因此而退却 说实话很多人会怕 烧烤会不会下爆炸 就波及到抢救的人 但他们还是没有怕 他们就想办法 把他硬拖出来 拖出来之后 大概五秒十秒就 就整个烧开来 因为这个 这个锂电池 它那个烧起来 是非常的这个 蔓延会非常快 因为它是一个 那个只要今天 电池最怕什么 就是被这个穿刺 一般你知道在 在那个我们在 他们这个中国大陆 在测试那个 锂电池的安全性 就是直接拿一把刀 往电池戳下去 就是开始爆炸 就是开始烧 因为它整个里面的 这个液体 那个电池里面的 那个叫什么 电池液油 就会整个就会 就会受到这个破坏 然后导致 它的这个燃点就起来了 然后呢 就会开始燃烧 然后最高温 可以到五百多度 所以像 其实特斯拉在今年六月 其实特斯拉 它那个马斯克 它自己都承认 它们的电池技术 它们的一个瓶颈 而今年六月 特斯拉已经去改变了 因为中国大陆 有一家这个汽车工 我们之前有讨论过 叫做比亚迪 那个比亚迪他们发明了 2020年发明了一款 叫刀片电池 更薄更小 然后呢 寿命更长 而且不会被穿刺 不会被穿刺 对 就是说它的安全性更高 所以这个 这一款这个电池 在今年六月 已经被特斯拉 选定为未来车种的电池了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呢 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 包含孕妇 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 好几宝次 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 到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